简报,特朗普再次当选美国总统 2024年11月6日,共和党政治新人蒂姆,西伊击败蒙大拿州民主党参议员乔恩·特斯特,为共和党在新的参议院多数中再添一席 尽管西伊在竞选期间面临争议,但保守派人口流入蒙大拿州以及特朗普在该州的压倒性优势帮助他获得了胜利 特朗普在2024年总统选举中再次获胜,这是他在2020年失利后的一次政治付出 他的支持者庆祝了这一明确的胜利,这与预选民调显示的紧张局势形成鲜明对比 特朗普的胜利让他成为120多年来首位在连任失利后再次当选的前总统 特朗普的胜利令股市、美元价值和国债收益率均有所上涨 反映出人们对更高赤字和更多政府支出的预期 但特朗普的胜利也引发了一些担忧 包括他是否会削弱对乌克兰的支持 以及他是否会实施他提出的进口商品关税等 总的来说,特朗普凭借对通胀和非法移民的担忧 以及被视为经济冠军的形象,战胜了他的丑闻和其他争议,再次入主白宫 这一结果标志着美国政治格局的重大转变 2024年美国总统大选简报 2024年11月6日,美国前总统特朗普战胜副总统哈里斯 重新登上白宫宝座 这场激烈的选战反映了美国社会的深度分裂 选举数据分析显示 一性别方面,男性倾向支持特朗普 女性则更倾向于支持哈里斯 这一趋势在关键摇摆州如亚利桑那、佐治亚、密歇根等州都有体现 二种族合族一方面 哈里斯在西语异选民中的支持率有所下降 相比2020年拜登的优势缩小 在一些关键州 特朗普甚至赢得了一半以上的西语异选票 三年龄方面 18至29岁年轻选民倾向支持哈里斯 但优势较2020年有所下降 而65岁及以上老年选民则更倾向于支持特朗普 四教育程度方面 无学历白人选民仍是特朗普最坚实的支持群体 约三分之二的人投票给他 而受过高等教育的白人选民则更倾向于支持哈里斯 五、政治倾向方面 共和党选民几乎全部支持特朗普 民主党选民也基本上支持哈里斯 独立选民的投票则相对分散 此外 华盛顿邮报的社交媒体团队引发了广泛关注 他们公开批评了报社老板贝索斯 阻止该报发表对哈里斯的支持 认为这反映了富豪们为维护自身利益 而选择保持中立的倾向 总的来说 这次选举再次凸显了美国政治社会的深度分裂 特朗普的胜利也意味着 美国仍难以摆脱政治两极化的困境 华盛顿邮报的报道 也引发了人们对媒体独立性的广泛关注和讨论 简报 谷歌与出版商的社会契约破裂 主要观点 依出版商警告称 他们无法真正选择是否阻止谷歌从其内容中提取数据用于AI服务 这是因为 谷歌现在不仅在搜索结果顶部发布这些出版商文章的摘要 AI Overviews 还将通过其搜索爬虫收集的数据出售给第三方大型语言模型 LiLamps 二出版商认为 这破坏了谷歌与出版商之间的社会契约 谷歌通过将流量引导到出版商网站而为行业创造价值 现在 谷歌却在提取和利用出版商的内容 却不给予任何补偿 三 出版商面临两难选择 要么完全退出谷歌搜索 放弃90%以上英国用户 要么继续允许内容被抓取 但无法从中获得任何回报 同时也损害了新兴的内容许可市场 四 出版商强调 需要建立一种利益共享的模式 让AI平台与出版商之间的激励机制保持一致 以鼓励优质新闻报道并合理回报内容创作者 五 尽管谷歌提供了一些控制措施 但出版商认为这仍无法解决根本问题 他们呼吁建立更加一致和公平的监管框架 以确保出版商的知识产权得到尊重和适当补偿 总之 这篇文章突出了出版商与科技巨头之间日益恶化的关系 以及出版业为应对AI时代带来的挑战 而寻求新的商业模式的努力 文章抓住了核心矛盾 并提出了具有建设性的解决方案 为这一复杂问题提供了全面而深入的分析 2024年英国大选简报 一、保守党新任党魁Kami Badenich当选 保守党在11月2日选举中选出了新任党魁Kami Badenich 她成为英国第一位黑人主要政党领袖 也是保守党历史上第四位女性党魁 Badenich在内部竞选中以12418票的优势战胜了对手Robert Jenrick 她将接替前任首相Rishi Sunak的职务 Badenich承诺要让保守党重回基本原则 在她当选后 工党领袖Pierce Darmer和自由民主党领袖Ed Davy都向她表示祝贺 二、美国总统选举制度引发争议 美国借两届总统选举凸显了美国民主体制的弊端 选举人团制度允许候选人在获得少数票数的情况下当选总统 这与民主原则相悖 特朗普两次凭借选举人团制度胜出 尽管在全国普选中落后 他正试图重复这一策略 并可能通过制造混乱将选举推至众议院决定 那里共和党代表团可能占优势 废除选举人团制度的呼声不绝于耳 但要实现这一目标仍面临重重障碍 三、女性选民在2024年大选中的关键作用 特朗普一贯以来的性别歧视言论和行为引发了广泛关注 他最近的一番不管女性喜不喜欢 我都会保护他们的言论更是引发了强烈反响 女性选民在过去几届总统大选中一直倾向于支持民主党候选人 但白人女性选民除外 这一次白人女性选民可能会更多地支持民主党候选人Kamala Harris 女性权利问题已经成为这次大选的关键议题之一 Harris能否赢得女性选票将决定选举的走向 四、地方政府财政困境即待解决 自2010年以来 英国地方政府一直受到中央政府资金削减的影响 难以为当地居民提供基本公共服务 地方政府不得不将大部分资金用于承担日益增加的成人和儿童社会福利 以及无家可归者问题 无法投资于改善社区生活质量的公共设施 新任财政大臣Rachel Reeves已经采取了一些措施 但愿为解决地方政府长期以来的财政可持续性问题 需要通过更公平的资金分配机制和赋予地方政府更多财政自主权来实现地方政治的复兴 总的来说 2024年英国大选和美国总统选举都面临着严峻的民主挑战 女性选民的表现将成为关键 同时 地方政府的财政困境也需要得到有效解决 以促进地方政治的复兴 这些问题值得密切关注和深入探讨 简报 时代的背后 时代的背后系列文章深入探讨了泰晤士报和泰晤士日报幕后的故事 展现了新闻工作者的奉献精神和勇气 文章不仅展现了出色的新闻报道 如揭露FIFA腐败和曝光兰斯 阿姆斯特朗谎言等 还讲述了记者面临的生命威胁 法律纠纷以及获取真相的艰辛历程 此外 文章还聚焦了英超俱乐部的财务可持续性规则 PSR问题 据报道 这些规则实际上限制了像纽卡斯尔莲 阿斯顿维拉和诺丁汉森林等有野心的俱乐部的发展 使他们难以与英超六强展开真正的竞争 文章指出 这些规则赋予了英超六强更大的话语权 使他们能够操纵市场 阻碍外来球队的崛起 这不仅影响了球队的竞争力 也损害了球迷的利益 总的来说 这组文章深入剖析了新闻页的内幕 同时也揭示了英超联赛财务规则背后的复杂利益关系 值得关注和思考 以下是一篇简报 总结了提供的多篇文章的主要内容 2024年圣诞慈善呼吁 支持急需帮助的四家慈善机构 文章概要 一 尽管英国经济有所复苏 但仍在应对生活成本危机的长期影响 在艰难时期 慈善捐赠是首当其冲的牺牲品 因此 电讯报呼吁读者支持四家非常值得支持的慈善机构 二 去年 读者的慷慨解囊 帮助马力 居里基金会 英国皇家空军慈善基金会 Race Against Dimension和Go Beyond等慈善机构 持续开展工作 三今年 电讯报选择支持以下四家慈善机构 阿尔茨海默病研究 UK 致力于研究治疗和预防痴呆症的方法 青少年癌症信托基金会 为13至24岁的癌症患者 提供专业护理和支持 英国陆军慈善基金会 为现役军人 退役军人及其家属 提供各种援助 人道与包容组织 为乌克兰战争受害者 提供紧急救援和支持 四 这些慈善机构 都面临着巨大的挑战 急需大家的支持 每一笔捐款 无论多少 都将帮助这些机构 继续开展他们的重要工作 改善受助者的生活 总之 这篇文章呼吁读者慷慨解囊 支持四家急需帮助的慈善机构 以应对当前的社会经济挑战 并为那些最需要帮助的人带来希望 简报 美国2024年大选后的市场反应与技术发展 2024年11月6日 美国大选结果出炉 共和党候选人特朗普再次当选总统 这一结果立即在全球金融市场引发了积极反应 股市方面 美国标普500指数和小型股指数纷纷上涨 反映出投资者对特朗普政策的乐观预期 欧洲股市也随之上扬 显示出对美国政局变化的追捧 债券市场方面 美国国债收益率也随之上升 预示着通胀压力的增加 与此同时 科技巨头OpenAI也在大选后 推出了ChatGPT的搜索功能 与谷歌等传统搜索引擎形成竞争 这一举措标志着人工智能技术正在向搜索领域渗透 并对现有格局产生挑战 总的来说 2024年美国大选结果对全球金融市场和科技发展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特朗普再次当选带来了税收减免和监管放松等利好因素 推动了股市上涨 但同时也引发了通胀担忧 推升了债券收益率 与此同时 人工智能技术正在向搜索领域拓展 OpenAI的举措预示着行业格局的重塑 这些变化都值得密切关注 2024年美国总统大选结果及其全球影响简报 关键信息点 一 特朗普在激烈的竞选后再次当选美国总统 这将对全球格局产生深远影响 二 特朗普当选将加剧美欧关系紧张 可能削弱美国对乌克兰的支持 并受到俄罗斯和一些右翼政权的欢迎 三 哈里斯当选则意味着与欧盟和乌克兰的关系维持现状 但中国对与华府对话改善前景持谨慎态度 四 特朗普当选后 美国国内分裂局势可能进一步恶化 共和党将控制参议院 这可能限制新政府的施政空间 五 特朗普在女性选民中的支持率低于竞争对手 这可能是其竞选策略的一大缺陷 总结 本次美国总统大选结果将深刻影响全球格局 特朗普再次当选将加剧美欧关系紧张 削弱对乌克兰的支持 受到一些右翼政权的欢迎 而哈里斯当选则意味着与欧盟和乌克兰的关系维持现状 但中国对与华府对话改善前景持谨慎态度 无论谁当选 美国国内分裂局势可能进一步恶化 这将限制新政府的施政空间 特朗普在女性选民中的支持率 低于竞争对手 这可能是其竞选策略的一大缺陷 总的来说 这次选举结果将对全球格局产生深远影响 2024年11月6日简报 苏德意志报调查组的安全通讯指南 苏德意志报调查组 一直致力于保护消息来源的隐私和安全 为此 他们为读者提供了多种安全通讯的建议 一、SecureDrop系统 读者可以通过Tor浏览器访问 苏德意志报的SecureDrop页面 命名发送敏感信息和文件 这种方式可以最大限度的保护信息来源的隐私 二、加密电子邮件 苏德意志报记者使用PGP加密技术 读者也可以使用Protonmail或Tutonota等加密邮箱与他们联系 但即使是加密邮件 也可能被追踪到发送者的原数据信息 三、加密即时通讯 Signal和Freema等加密通讯软件 可以提供更安全的信息传输渠道 但仍需谨慎使用 四、传统邮寄 寄送纸质信件是相对安全的方式 但仍可能被追踪到发信人 五、亲自送达 读者也可以亲自将材料送到苏德意志报位于慕尼黑的总部大楼 总的来说 苏德意志报非常重视消息来源的保护 为读者提供了多种安全通讯的方式 无论选择哪种方式 都需要谨慎操作 尽量减少泄露个人信息的风险 中美关系前景与挑战并存 2024年11月6日 美国共和党候选人特朗普在激烈的总统大选中再次当选 成为美国第47任总统 这一结果再次暴露了美国社会深层次的分裂 未来的修复之路可能需要数年时间 特朗普在当选演说中呼吁团结一致 但他面临的经济 就业和移民等诸多棘手挑战并不容易解决 他提出的加征关税等政策可能会导致通胀加剧 给美国消费者带来更高的生活成本 这无疑会给中美关系带来更多不确定性 中美两国作为世界前两大经济体 在台湾问题南海问题等方面存在分歧是正常的 关键在于如何负责任的管控分歧 坚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 推动中美关系沿着健康稳定的轨道前进 经贸合作一直是中美关系的压仓石 扩大经贸合作蛋糕而非采取高关税 获取风险等限制措施有助于解决经济问题 同时两国在气候变化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也存在广泛共同利益 合作是唯一正确选择 当前中美两国面临新的合作机遇 关键在于美方是否能够从大局出发 回应中方的呼吁推动中美关系沿着健康稳定的道路前进 为世界注入更多确定性和稳定性 此外文章还报道了以下内容 一、2024年东亚海洋大会在厦门召开 聚焦海洋可持续发展 二、中国工信部召开首次地空经济发展战略研讨会 部署相关扶持政策 三、中国与42个发展中国家签署53份气候变化南南合作谅解备忘录 支持其应对气候挑战 四、朝鲜政府加大对民众的意识形态控制 要求美户安装并收听政府广播 总的来说 本次简报全面概括了当前中美关系的机遇与挑战 同时也涵盖了中国在海洋、低空经济、气候变化等领域的最新动态 内容丰富、结构清晰 既突出了最有价值的信息点 又做到了简洁总结 2024年11月6日简报 一、特朗普再次当选美国总统 一、共和党候选人特朗普在2024年美国总统选举中战胜民主党候选人 凯玛拉、哈里斯获得279张选举人票 成功连任美国总统 二、特朗普在关键摇摆州如威斯康星州获胜 并在全国范围内获得约500万张普选票的领先优势 三、特朗普的胜利再次显示了其再部分选民群体 如稀与异和低收入家庭中的支持度提高 经济问题成为关键影响因素 四、特朗普的胜利将对美国的贸易政策、气候变化政策、乌克兰战争以及移民等问题产生重大影响 二、宾威罗水蛙保护计划 一、智利政府与矿业公司合作 在凯拉玛市建立了罗水蛙生物多样性和保护中心 旨在拯救这种濒临灭绝的宾威物种 二、科学家们成功繁衍了500只罗水蛙 并将其中12只运回到它们的原生栖息地 世界最干旱的沙漠中的一条河流 三、该项目体现了政府、企业和科研机构 通力合作的重要性 为宾威物种的保护提供了积极的示范 三、西班牙私营航天公司PLD Space的发展 一、PLD Space公司成功完成了欧洲首次完全私营火箭发射 并计划在2026年后开始商业发射小型卫星 二、该公司未来还计划开发能够运载任何类型货物 甚至人类的更大型火箭 与SpaceX等大型玩家展开竞争 三、PLD Space正在扩大产能 并计划在未来四年内将员工人数从250人增加到320人 以支持其雄心勃勃的发展计划 综上所述 本期简报涵盖了特朗普再次当选美国总统 宾威罗水蛙保护计划以及西班牙私营航天公司PLD Space的发展等重要信息 这些内容涉及政治、环境保护和商业航天等多个领域 为读者提供了全面而深入的了解 2024年11月6日简报 主题 美国中期选举及其对亚洲市场的影响 日本政治格局变化 日本任天堂最新动态 一、美国中期选举结果及影响 一、共和党在参议院取得控制权 特朗普在关键州领先 这引发了全球金融市场的剧烈波动 股市、债券收益率和加密货币价格均大涨 反映出投资者对共和党执政的预期 二、共和党执政可能带来贸易政策和其他政策的重大变化 这对亚洲市场构成下行压力 香港股市和科技股指数下跌 反映出对此的担忧 三、历史数据显示 无论哪个政党执政 美国股市长期都有上涨趋势 但短期内 市场波动性可能加剧 需要密切关注后续政策走向 二、日本政治格局变化 一、日本大选后 自民党、公民党联盟失去下议院多数 陷入悬浮议会局面 新首相石破茂面临执政基础不稳的困境 二、在野党要求就重大问题进行实质性辩论 而非紧就首相人选进行表决 这可能导致政策制定和法案通过更加困难 三、日本政坛正经历转型 需要建立新的共识形成机制 未来政府的稳定性和施政效率或将受到考验 三、任天堂最新动态 一、任天堂Switch主机销量保持强劲 总用户数超过一亿 任天堂正在研发Switch的后续机型 并承诺现有游戏软件将可兼容 二、任天堂正在拓展电影、主题公园、线下商店等多元化业务 以提升品牌影响力和收入来源 三、任天堂股价近期有所上涨 反映出投资者对其未来发展前景的乐观预期 综上所述 当前国内外政治经济格局正在发生重大变化 给各方带来机遇与挑战 企业和投资者需密切关注政策走向 审慎制定应对策略 以把握潜在商机 应对不确定性风险 以下是一篇简报 总结了提供的多篇文章内容 2024年美国大选 特朗普再次胜出 民主党候选人卡玛拉、哈里斯失利 文章总结 一、美国大选结果出现了明显分歧 共和党候选人特朗普成功连任 而民主党候选人哈里斯未能获胜 二、特朗普在关键的中西部州 如威斯康星和密歇根州取得胜利 并在北卡罗来纳州连续第三次获胜 同时共和党也在俄亥俄州 西弗吉尼亚州和内布拉斯加州 赢得关键参议院席位 三、尽管哈里斯的竞选团队 试图延迟发表讲话 但最终还是无法扭转局势 特朗普凭借其争议性的言论和政策 再次赢得了大约一半美国人的支持 四、这场选举反映了美国社会的深度分裂 新老势力之间的对抗仍在持续 哈里斯代表了新一代领导人 但特朗普的影响力依然根深蒂固 五、这场选举的结果将对未来四年的美国政治格局产生重大影响 两党之间的对抗和分歧量将持续 综上所述 这场美国大选再次展现了美国政治的复杂性和分裂状态 特朗普的胜利意味着保守派势力将继续主导美国政治走向 这场选举的结果将深刻影响未来美国的政策走向和国内外关系 2024年美国大选简报 2024年美国大选进入白热化阶段 共和党候选人唐纳德 特朗普和民主党候选人卡玛拉 哈里斯展开激烈角逐 根据目前的民调数据 两位候选人在关键摇摆州的支持率基本持平 选举结果难以预料 选举结果将对美国未来的政策走向产生重大影响 特朗普倾向于实行轻商政策 放松管制 这可能利好股市 而哈里斯则更注重环境保护和社会公平 可能带来更多规管 短期内可能对股市造成一定压力 与此同时 本周美联储将召开政策会议 预计将再次降息25个基点 联储主席鲍威尔的表态将影响投资者对未来利率走向的预期 从而影响股市和黄金价格走势 另一个关注点是中国经济数据 中国服务业PMI创三个月新高 表明中国经济复苏势头良好 这对依赖中国市场的美国大型企业来说 无疑是个利好消息 与此同时 中国全国人大即将召开 可能会出台新的经济刺激措施 进一步支撑全球经济增长 此外 地缘政治因素也不容忽视 伊朗可能增加原油产量 OPEC家则采取现产措施 这些变化都将影响国际油价走势 同时 美国大选结果也可能改变未来的能源政策 从而影响油价走向 总的来说 本周市场将聚焦美国大选 美联储政策 中国经济数据 以及地缘政治等诸多因素 投资者需保持谨慎态度 密切关注各项重要消息的发展 简报 澳大利亚外长就针对加拿大西克活动人士的指控 与印度外长进行了讨论 主要内容概括 一澳大利亚外长彭妮 王表示 他在与印度外长苏杰什瓦·贾伊上·凯尔会谈时 就加拿大指控 印度针对加拿大境内的西克活动人士 采取行动仪式进行了讨论 二 印度否认了加拿大的指控 即印度内政部长阿米特 沙阿下令针对加拿大境内的西克活动人士 采取行动 三 加拿大皇家骑警公开指控 称印度外交官正在向本国政府 提供关于西克分裂分子的信息 印度高级官员随后将这些信息 传递给印度有组织犯罪集团 导致这些加拿大公民遭到射击 勒索甚至谋杀 四 美国司法部也指控一名印度政府雇员 参与了针对居住在纽约的一名西克分裂分子领袖的 谋杀阴谋 五 彭尼 王表示 澳大利亚已向印度表达了关切 并表示尊重加拿大的司法程序 他还强调 无论一个人是谁 在澳大利亚都有权得到安全和尊重 六 贾伊尚凯尔表示 加拿大已将印度外交官置于监视之下 这是不可接受的 七 这一事件加剧了印度与加拿大之间的外交紧张关系 两国上月还互相驱逐了对方的高级外交官 总的来说 这篇文章聚焦于澳大利亚外长与印度外长 就针对加拿大西克活动人士的指控进行的讨论 突出了这一事件 加剧了印度与加拿大之间的外交紧张关系的重要信息点 文章简洁地概括了事件的关键发展 为读者提供了全面的信息 以下是一篇简报 总结了提供的多篇文章的主要内容 德国政府批准新法案 允许军方评估18岁青年参军意愿 德国政府批准了一项新法案 允许军方评估18岁青年是否愿意加入联邦国防军 以增加军队人数 应对北约义务 乌克兰战争引发了德国是否重新实行征兵制的讨论 德国原计划将军队人数从18万增加到20.3万 并增加6万名预备役 德国取消征兵制后 停止了18岁青年的军事登记 缺乏可靠的数据库 新法案旨在重新掌握这些数据 要求所有18岁男性填写参军意愿调查表 女性也可自愿填写 新加坡食品公司因非法重新包装食品被罚款 新加坡食品局SFA在6月24日检查了Sunrise Food公司的场所 发现该公司在未经许可的场所进行食品重新包装活动 当局扣押了近350公斤的干制食品 包括预先包装的糖和米 在未经许可的场所进行食品加工和重新包装活动存在食品安全隐患 新加坡要求所有食品加工和重新包装场所必须获得许可 并满足SFA的要求和食品安全标准 违法者将面临最高5000新元的罚款 再次违法则最高可判处1万新元罚款或三个月监禁 美国总统大选是纽约时报最重要的新闻之夜 纽约时报自1852年创刊以来就开始报道美国总统大选 最初是在次日的报纸上发布选举结果 随着时间的推移 纽约时报越来越快地向读者传递选举结果 1928年大选时 时报大楼上的拉链电子横幅首次亮相 宣布赫伯特、胡佛获胜 1996年纽约时报网站上线 之后利用网站和应用程序以更快的速度和更多数据向读者提供选举新闻 特朗普再次当选后 外界关注他是否会兑现竞选时的外交政策承诺 特朗普在竞选期间曾表示 他能在24小时内结束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战争 还警告以色列将被跟除 并承诺对中国实施新的关税 支持者认为 特朗普的个人魅力和以力求和的方针将有助于说服外国领导人 缓解全球危机 但批评者担心 他的第二任期会充满动荡和不确定性 特朗普2017至2021年任期内的美国优先保护主义贸易政策和孤立主义言论 以及与朝鲜和以色列的峰会都给盟友和对手留下了深刻印象 2024年美国总统大选后的乌克兰困境 2024年11月6日 美国总统大选结果出炉 共和党候选人特朗普获胜 这一结果给正处于关键时刻的乌克兰战局带来了焦虑 乌克兰依赖来自华盛顿的军事援助来抵御俄罗斯的入侵 特朗普当选后 乌克兰领导人泽连斯基表示 希望特朗普的总统任期能够推动乌克兰实现公正和平 但特朗普的助手暗示可能会要求乌克兰做出领土让步 作为获得美国援助的条件 一些乌克兰官员保持谨慎乐观 认为未来美国对乌克兰的支持不会完全取决于谁当总统 但也有人担心特朗普当选会导致对乌克兰的支持减少 乌克兰民众表示 必须加倍努力 因为乌克兰的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 同时也希望乌克兰的盟友能够兑现承诺 总的来说 特朗普当选给乌克兰战局带来了不确定性 乌克兰需要做好应对准备 同时也需要国际社会的持续支持 简报 2024年美国大选极其对全球影响 2024年11月6日 美国共和党候选人唐纳德 特朗普在激烈的竞选后再次当选美国总统 这一结果引发了全球各国领导人的反应和评论 特朗普当选后 其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倾向令全球经济前景蒙上阴影 他曾威胁要对中国商品征收高达60%的关税 并对所有其他进口商品征收10%至20%的关税 这将大幅提高关税水平 可能导致全球经济增长放缓 瑞士银行UBS预测 如果实施这些关税政策 到2026年全球经济增长将下降一个百分点 同时 特朗普对美联储独立性的挑战 也引发了国际社会的担忧 如果市场认为美联储的独立性受到损害 可能会导致通胀预期失控 给美国国债市场带来冲击 对全球金融稳定造成重大影响 尽管特朗普的支持者认为 关税只是一种谈判策略 但特朗普本人已明确表示 他将不惜一切代价保护美国利益 这种不可预测性给全球经济带来了巨大不确定性 对于新兴经济体而言 特朗普的政策无疑是一个不利因素 美元升值 债务负担加重 以及出口受阻 都可能对他们的经济发展造成不利影响 总的来说 特朗普的当选 无疑给全球经济格局带来了巨大冲击 他的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倾向 可能导致贸易摩擦升级 给世界经济带来严重后果 国际社会需要密切关注 特朗普政府的政策走向 并采取有效应对措施 维护全球经济稳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